媒體查詢 那我們今天出席記者會的幾位長官 首先是我們的數位部唐鳳部長 請部長跟大家揮揮手 還有我們的中次長兼發言人 李懷仁李次長 我們的產業署呂政華呂署長 那我們的資安署協署長 因為目前還在趕行程 然後我們會趕快儘快趕來跟大家 來來來來 然後歡迎縣組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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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介紹 那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今天流程 等一下我們會先請部長先為我們做一個簡報 說明數位部成立這三個多月以來 我們大概有做了哪些工作 那以及接下來我們明年的工作重點 有哪些 好那等到部長簡報完以後呢 我們就會進入媒體提問的環節 那部長會優先回答在slide上的提問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先開始直接進行部長的簡報 那部長請 那前面的燈可能麻煩洗一下 那前面的燈可能麻煩洗一下 好 很謝謝大家來喔 那我這個簡報我聲控就可以了是不是 我說下一頁就好了 好OK 對 那我們年底嘛 有這樣子的一個查詢記者會 那也是因為這陣子大家對於我們的工作相當的關心 在slide上剛剛已經看到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我的簡報會盡量比較簡短 那比較花多一些時間在回答問題上面 麻煩下一眼 好 那這個是我們8月27號嘛 在這邊接牌 那到現在我們一些工作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往下 好 那大家知道總統杯黑客送是已經舉辦五屆了嘛 這個是我在政委的任內 那跟總統府啊 跟其他這個歌院啊 一起工作 那我們現在總統杯黑客送已經有一個要點 而且是每個部會會輪流來 好比像說在今年就是內政部 那之後就會是交通部等等 那每一個時候就是由數位部跟國科會去協助 這一個今年主辦的部會 去找出全民有什麼創意 有什麼新的想法 那能夠引入這些想法來解決我們實際的問題 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說 好比像說除了我們國內的 像那個電廠廢熱 怎麼樣用來養殖漁業啊 共享海洋牧場啊 中很有創業題目之外 那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外交上一個蠻重要的工作 那像在今年就是有印度的一個叫Benz的團隊喔 他透過數據分析突然特性 然後去找到城市適合種哪些樹 才能夠有最大的節能減碳 這個碳補助等等的效能 那像這些都是讓國際上面朋友了解到說 台灣可以貢獻 而且他們也可以貢獻進來台灣喔 那在這裡面也有一些特別有創意的想法 可能不一定是一個主管的部會能夠在一年之內落地的 那這個就會透過點子松的這個方式來蒐集大家的想法 那點子松我們今年擴大舉辦 那個人組一千多個作品 然後團體組也有兩百個作品 兩百零一件作品 那這些都會是接下來我們在發展科技的時候 來參考大家一些共同的願望喔 麻煩往下 那這個就是葉寧次長啊 他本身是一個山友 那所以我們的工作裡面有一大部分 就是去確保說在偏鄉或者山上等等的這些通訊的任性 那目前這個當然是承接NCC的工作 法定87個偏遠的鄉鎮都已經有Gigabit per second等級的服務 那777個村裡也都有100Megabit per second的這個服務 那所以最近就是在這個上面是我們接手NCC的工作之後 新完成的包含了麗鼎山 李龍山 水漾森林等等的偏遠的基地台 那大家如果看這個影片的話可以發現說都是非常高解析度的即時的視訊 那這樣子的好處當然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南救援啊 保持即時的通聯啊等等之外 那我們也會把這些改善的點位第一次用Open Data的方式釋出 那像總統黑客松這些很多朋友就可以再把它轉化成像離線地圖 還有一個叫魯地圖啊等等的這些應用來確保說 大家在可能迷失啊或者怎麼樣的時候 可以很快地找到附近能夠通訊的點啊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在強化這個普及通傳的工作 那除此之外我們的自通安全當然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也會在就是通傳的關鍵基礎設施的自安集合的演練 那還有大家都很關心的高銷量跟高風險地區品牌的智慧手機的 資安籌策喔這個也完成了17款那這些都是我們持續啊 就是從NCC過來的這些工作那再往下 那另外一個就是本來是在國發會的工作啊 就是MyData跟OpenData的工作那MyData過來這邊之後啊 我覺得有跟以前有一個蠻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的產業署這邊會提出很多對於MyData平臺的 我們叫內部顧客啊這樣子的需求啊 因為有很多啊包含最近大家知道的運勢集啊等等的審判 其實只要能夠導入MyData 就是直接在線上去提供存放在其他地方的 就是公務機關存放的關於個人註冊相關的資料的話 那整個申請的流程就會變成一個一站式的流程 就不需要跑到很多個不同的機關的網站或甚至零櫃 來取得這些流程 那所以像今年我們接手之後 我們也做了相當多的改善 好比像說有一些像身心障礙者的這個 需要別人幫他開車的這個停車證的申請服務 那這個服務在以前就需要兩個分別 零櫃或者兩個人的證件能夠湊在一起辦理等等 那但是現在我們就改善了MyData平臺 那這樣子就可以雙方就是身心障礙者 然後一起幫他開車的這一位親友 可以兩個人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都可以在線上完成這樣子的申辦 所以以前可能要一兩天的申辦 那現在透過MyData的機制 就可以縮短成半小時之內就可以完成 麻煩再往下 好 那這個就是最近可能大家都已經有看過的台灣雲世集 那台灣雲世集裡面其實也導入了類似像MyData這樣子的流程 在以前其實這些申請的服務 特別是在疫情過程裡面的補助相關的服務 其實是要本來要分別到經濟部 財政部 內政部等等來申請 那就是在當時我還在政委的時候 那在雲世集我們就協調嘛 變成是說只要這個中小企業主 甚至他不是公司 只是就是商號 有一個稅期登記 他用他自己的手機 去做手機的號碼認證 也就可以算是能夠申請到這些相關的補貼 所以這個是單一的流程 所以不會只會在這個台灣雲世集就是輔導 台灣本地的自付業者導入這些解決方案使用 那未來好比像說像一些碳盤查 一些相關的輔助 說不定5G專品專網等等 都可以用這樣子的簡化申請的一個方式 把本來需要好幾個機關才能夠申請到這個流程 能夠變成一站式的做好 那在這個流程簡化的過程裡面 那像剛剛提到的就是碳轉型的部分 那不但這個全程無紙化 也是減碳嘛 所以同仁說我一定要強調說節省了160萬張紙 相當於一棟40層樓高的大樓 OK 那在這裡面表現特別好的一些自付業者 那我們會挑選前十名 那接下來因為這些數位的服務都可以跨境的提供服務 所以就會變成台灣軟體業者出海的團隊 來協助他們延滿上國際的市場 那再往下 好 那這個也是之前有很多公務同仁 都希望有的一個服務 那我們成立之後沒有多久就有收到這樣子的需求 那簡單來講就是之前不管是衛福部或機關署等等 發布相關的訊息的時候 有時候因為它的程度限制會用縮網址 可是如果是用一些民間的縮網址的話 很難從那個網址上面就看到說 這個是公部門的新聞發布的網址 所以就出現有一陣子 就是簡訊裡面會冒充是新聞發布的網址 但是點下去之後其實是詐騙嘛 對不對 那為了要因應這樣子的挑戰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就研發出來了 在10月底就推出了 gov.tw這個縮網址 那現在只要看到是gov.tw斜線 那後面跟著縮網址就可以了解到說這一定是公部門的發布的網址 而且是由工架機關的人用他的公務的email來申請的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物聯到一些詐騙或者釣魚網站這個風險 那所以我這個目前已經大概1000多比網址了 大概200多萬以上的專職量 所以應該是持續的提供我們公部門同仁這樣子一個服務 好 那這個就是比較新的 我們會在醫院正式成立我們的治安院 這個也是在接牌的時候有承諾的 那我想國家自動安全研究院在一開始的規模大概180人 這個是在我們一部兩署598個員額之外的 那也會當然有國安會以及國防部指派的代表來擔任我們的當然董事 那在這裡面就是包含原來的資安卓越中心 或者是國家自動環球海報技術服務中心所謂的技府的朋友 那如果對加入資安人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會有專業的考試啊 甄選啊等等 那除了就是比試之外啊 我們現在也規劃了就是藍隊模擬機考這樣子的平台 我應該很快就會自己也去考一下 然後去確保說來的人他是有機站力的 然後除此之外就是我們的社會政府司除了資安署之外 也會藉重這個資安員的力量去確保說我們不要等這個有攻擊的行為來 才去加強我們的防護 而是說我們會去看說像之前8月初的那樣子的阻斷式的服務攻擊 比特斯議長來台的時候 如果它發生在其他的地方 雖然不是在他們當年打的那些標的 但如果在其他標的撐不撐得住呢 如果是撐不住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主動的去有點像偽老建築重建一樣 去幫助他們重構呢 所以這個是我們蘇政司跟資安署會加在一起 透過主動防禦的方式去確保說資安院的能量 會投入在這些最關鍵的地方的主動的重構上面 再往下 好 那所以就順著剛剛的這個話題再往下 那我們在新的一年 我們有非常重要的就是零星人架構跟T-ROAD的推行 那零星人架構它的基本概念 就是我之前有確診 七天在家裡沒有請假簽公文的時候有講過 就是去確保說我在任何地方 在辦公的時候 他會對於我的就是我是我的指紋 本人的指紋 那或者是這是設備是確定是這台設備上沒有被篡改 以及他的連線的行為沒有異常的行為等等 做這三方面的重新確認 所以等於我每簽一張公文 他就重新確認這三件事情 不會因為說我是部長或者我在內網 或者是我好像可以打得出密碼來等等 就因為單一因素就推斷出這個信任 所有每一次存取都要重複的在驗證這三個以上的因素 那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發現說 自然等級最高級的機關 好比像說總統府啊國防部啊或者水電醫療 這些關鍵的基礎設施 我們會希望說即使它是 因為它是很熱門的攻擊標的嘛 如果這個攻擊進去 第一個它不會因為打了其中某一個因素 好比像說取得某台設備的控制權 或者是能夠取得某個密碼 那它就開始橫向的移動 就是變成它好像闖進大門之後 就跑到其他房間裡 而是說它闖進了這個因素之後 必須記錄起來 而且就開始做溯源 去看說到底是誰打的 但是因為有另外兩三個因素 在那邊抑制住它 所以它事實上沒有辦法實際造成損害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蠻新的一個資安的架構 那我們會全面的來導入這些架構 這就是所謂用不信任持續驗證的零信任 那T-ROAD也是我們在去年就開始推行 那我們會在接下來兩年 會輔導所有的資安A級機關 也就是有全國人民各自等等這些機關 來導入這樣子的標準 那目前是已經有內政部級證書 以及勞保局健保署 教育部財政部經濟部等等22個機關 有把他們的50項跨部門的資訊交換 導入T-ROAD的這一套安全的系統 那當然現在大家都很關心說 就是在政府機關所謂的內網交換裡面 會不會有這個內外網用不就是 就是容易遭到攻擊的方式交換的這件狀況 那我們就是採取T-ROAD就是為了杜絕 這種可能性的發生 所以我們會進一步的加速去推廣這個T-ROAD 而且也會確保說這些特別重要的機關 他不會採用T-ROAD之外的方式 去進行跨機關的資料交換 那我們再往下 那這個是在接牌的時候就有提到的 就是我們會挑選各縣市700個點左右 跟國外三個點去驗證我們的非同步衛星 那這個是也很感謝立法院的支持 很多委員都很關心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特別在立法院強調說這裡面有相當多的 這個衛星接收站它會是移動式的 也就是因為現在包含像一些5G的小型核網等等 都可以放在行李箱或是用背包大概都可以移動的狀況 所以說這700個點當然有些會是固定的位置 但是也有一些它是會是車載的 是能夠移動的 所以即使是任何地方它的通訊受到了破壞 或者是非常大的地震等等 我們都會確保說它還是有能夠連外的這樣子通訊的能力 那這一部分我們是運作的蠻順利的 那在接下來這700個點也會不斷的按照實際的需求來調整 再往下 那下一個就是最近的四場對話 那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是蠻順利的完成 那這個我們也是看到全世界在澳洲通過一家法之後 其實都有類似的這樣子的訴求出現 那在我們的話 因為NCC跟紅花府分別是光碟媒體跟平面媒體的主管機關 那但是我們是可以建立這樣子一個對話機制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那所以我們現在會做的事情就是說 跟包含公平會 那包含我們的數位政委 就是吳晨忠政委 要盡快的跟大家提出說我們接下來怎麼樣去落實 這四場下來的共識 那再往下 好 那另外就是我在政務委員的時期 我負責社會創新的業務嘛 我目前也還是社長匯報的共同召集人 那所以我們在數位部這邊我們也花了一些時間去看說我們現在的這些通傳的這些科技可以怎麼樣子去促進公益 那舉例來說像衛福部就跟我們提了一個很有趣的案子就是確保說手語作為一種國家語言 用手語的這些使用者他在打電話或接電話的時候怎麼樣能夠確保說其實他旁邊沒有手語老師 所以老師在別的地方或甚至之後可以訓練出一些AI的協助手語翻譯的這些能力 那這些都可以讓民間再加上通傳業者的媒合在完全不侵犯隱私就是不涉及各自的這個利用的情況下 也能夠訓練出這樣子的人跟AI協作的這個方式 那我們想說一定不會只有手語這個例子了一定還有更多更好的例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透過一個公開真案叫做公益創新的方式 任何人只要想到本來只有面對面或者在同一個地方才能夠遞送的公益服務 能夠透過通傳的方式遞送都很歡迎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會透過平方募資的方法引進民間的影響力投資者 而且因為這些都可以跨境遞送所以在裡面就是表現特別好的 那我們也會像剛才雲世吉那樣子去找到就是跨境的不管是實證的場域 或者是甚至就直接媒合在其他跨境的地方來應用 好再往下 那接下來就是居民通用資安計畫 那這個是在產業術執行的編列了1.35億元 那這個工作其實是也是真案不過這個真案是由就是軍方啦 來提出說他們需要的一些工作那這些工作本來我們在民間資安產業也是我們的產業嘛 所以這些產業的朋友以前可能不知道說軍方有這些需求 其實他們手上一些技術是已經可以滿足了那這個對軍方來講 也有把技術國產化的這個很重要的目的喔 那所以我們現在接下來的研發主題包含紅隊的攻防演練平台 紅隊就是去進行攻擊測試的這些朋友 還有供應鏈的安全還有低軌衛星的安全 像剛剛講到那七百個點喔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是把剛剛資安院就是藍隊的這些研究 跟民間這些紅隊的能量紅爛並重喔 來協助進行這個擬真的資安的演練 再往下 好那接下來就是大家最近都蠻關心的就是5G專網啊 那5G專網當然我們從籌備時期一直到10月初 在北中南地區跟12家5G專網實驗的業者進行交流 那也拜會了電信事業跟相關利害關係人電信事業那些 我們主資稿網路上都有喔 那所以我們綜合了業界的需求跟聲音 那會把本來在NCC有預告過 那來我們這邊之後大家都希望能夠更簡化流程 更降低成本然後應用能夠更開放 這個三個主要的訴求 那這三個訴求我們都參賽了 那所以我們明年1月初就會成立5G專網的專案辦公室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非常感謝就是包含地方政府啊 包含剛剛提到一些公益組織啊 提了非常多就是偏向教育 離島觀光遠距診療文化展演等等的這些案例 那這些案例有些像遠距腹部超音波那個我們最近也有在Facebook上面貼出來 那之後會有更多的這些案例喔來跟大家分享 再往下 好那在就是我們說一部裡面民主網絡司喔 那就是在其他部會會叫做國際合作司喔 那我們的工作其實就是透過網際網路啊 然後來拓展我們的民主網絡啊 就是積極去面對 在全世界其實非常多人願意來協助我們 而且像之前八月初的時候就是佩洛西來台之後 我們不是很多的人願意幫我們數位部備份我們的官網嗎 那個時候就是用了website IPFS的技術 那其實全世界很多做website的朋友後來都來聯絡我們說 他們想要除了幫我們備份官網之外 有更多能夠介紹我們去加入國際組織啊 或者是他們那邊也有類似的需求 因為他們也在面對很多自然攻擊等等 那希望跟我們有這樣子的合作 那所以我們的這些合作其實跟傳統的外交有點不一樣 是因為這個是我們事務層級跟他們的事務層級 採用相同的開放的城市架構的這樣子一種合作方式 就是所謂共同在場吸馬互通 那這個在國際上的案例就是愛沙尼亞在這方面做的是非常的先進嘛 他們跟芬蘭跟冰島都合作 一起來用X-Roll這樣子一個基礎架構 所以我們接下來也會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加入全球既有的一些開放的一些組織 那舉例來說像我們身份認證標準的 FIDO的聯盟Fast Identity Online 那其實我們內政部行動自然評證就是符合FIDO的這個標準 那在符合這個標準的同時 它不是只是讓我能夠登入能夠簽公文 那之後也有更多關於電子簽章交互承認這樣子的用法 那這一部分我們也會很積極參與這樣子的國際組織 那還有就是ITU的GolfStack 也是要幫開發中的國家來建立這些最基礎的自通訊的架構 那我們除了派專家去之外 我們也有跟ITU的GolfStack的負責人 在我的台灣Plus節目應該很快就會跟大家分享 來討論說我們可以怎麼樣子去跟GolfStack來合作 那所以我想在新的一年我們的重點就是去把我們的這些數位能量 用來參加國際的活動 然後串聯這種強韌的夥伴關係 然後繼續來推動全球的民主對話 好 那最後一個 下一個 好 那這邊就是高應用價值的資料 那我們剛剛其實已經談到很多關於資料的應用 那在之前民間的朋友很就是願意來應用這些 但是他們應用的過程裡面常常也會出現說 民間很希望能夠集中開放的一些資料 但是因為它需要跨部會的協調 就是說要各個部會都順著這個主題來開放 它才能夠全面的應用 那比較難說個別的這個部會開放一點 那個部會開放一點等等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規劃了在就是行政院的政府資料開放資訊小組 我們會在12月27號應該會通過我們六個很主要的主題 就是氣候環境 災害防救 交通運輸 健康醫療 能源管理跟社會救助 那這些的工作就會是奠基在本來開放資料的 就是各個部會本來就有的這個基礎上面 但是是特別就是開放 好比像說像中央氣象局 今年就率先公佈氣象資源創新應用方案 法人啊企業啊可以按照他的那個需求 像剛剛講到的離岸風電或者防災農業觀光交通金融等等 那去說我因為這個需求 所以需要這種高精確度的資料 或者一些相關的運算資源 而且需要大家一起來配合 那只要我們通過就是院的這個小組 建立這個機制去確認說 對這個真的有非常高的公益價值 那我們就會投入更多的資源 讓他們取得這樣子高精確度的資料 然後也來透過這樣子更好的這個善的循環 對這六個這個主要的公益價值 來進行相關的回饋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政府手上的資料 有點像是拋磚引玉 但是現在其實大家都很願意說 自己來幫忙蒐集幫忙貢獻 這方面就是無關各自的一些數據 那這個也是我們數據公益的一個基本的主張 好那以上就是簡報的部分 抱歉還是花了一些時間 那接下來是不是我們就到Q&A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這個媒體朋友 部長回答這個媒體朋友的問題的環節 那現在篩頭上已經有很多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就先請部長依序回答 是那所以我是我要念嗎 還是還是你念 你念好了 好第一題請問民間是否應該進抖音 我們有沒有可能立法 或是民眾應該自主遠離這類中國製產品嗎 為什麼 是我想大家知道說我們在抖音這題上面 其實不是最近才回應的 我們是在2019年就有一個關於就是公部門 不應該去使用危害國家自通訊安全的產品 這樣一個限制的原則 那當時來提這個原則的目的是希望公部門了解說 所有這樣子的產品它不管它現在這一刻有沒有資安的漏洞 因為它的掌控權是在就是可能危害國家自通安全的勢力手張 所以它的這個版本沒有不表示它下一個版本沒有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要有選擇都要去用其他的這個產品或服務 包含軟硬體來代替 那當然就是有些時候好像一下子找不到替代品 那當然就要在斷網的情況之下去使用它 那而且我們最近也就是更新了這個原則 所以不是只是它自己說了算 而是說它的主管機關的資安帳 那包含我們的資安署都要同意 這樣子的比較例外性的這種用法 那當然有一些軟體或者服務 好比上說抖音斷網使用它好像就沒有什麼意義 它本來就是只能連網使用的 那所以像這種我們就可以說 那我們就是全面的在公部門是不能使用的 那這個資安疑慮剛才應該已經有解釋了 那至於這邊提到說民眾是不是應該自主遠離 我想我們的工作就是去說明說 我們在公部門為什麼不使用 把這個講得很清楚 那大家理解之後那當然可以自己做一些判斷 那至於說是不是還要立法 立法當然要取得社會公司等等 那這個我們會在月底的自動安全匯報 會進行這方面的討論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下一題 請問副長 禁止召開的媒體與平台共融雙邊會議 除了分潤機制是否也有關心平台言論審查的情況 除了分潤平台的不透明演算法 跟廣告投放是否已經影響使用者權益 甚至影響台灣的民主 是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健全的新聞報導其實才是剛剛講到的 就是民眾的基礎的素養 民主的素養最基本的事情 那我想這兩個平台在對話的過程裡面 也特別是在講說 他們也很希望說在他們平台上面 如果有一些就是在流傳 而且就是不是基於事實的一些事情的話 那也很希望能夠盡快的引入 就是各位專業新聞工作者的這樣子的能量 然後來確保說在平台上面 他們也可以知道說 那這個是查證的這個工作 不會只是好像平台方自己要判斷說 在目前流傳的哪些是基於事實 哪些不是基於事實 而是說能夠引進新聞工作的這個價值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現在有專門的做這樣子事實查核的一些組織 IFCN等等 那在台灣他們也有兩個會員 那但是我覺得正規的就是主流的媒體 本來自己在工作的時候 新聞媒體工作的時候 也就有事實查核的這個流程跟機制 那這一部分的數外轉型 以及怎麼樣子更好的跟平台對接上 那也是在這四場對話裡面 大家關心的事情 所以就如同剛才說的 我們會跟文化部同傳會跟公平會等等 在就是吳政委的協調之下 我們會進行更緊密的合作 然後來確保說這一部分 因為是大家都認同的價值嘛 能夠優先的來達成 下一題是電子時報的江南記者提問 那我們數位部的官員11月有曾經說過 預計明年開始受理5G專品專網申請 但仍需與NCC討論業務一波細節 請問針對5G企業專品專網 這個數位部與NCC各自負責的部分是什麼 然後什麼時候開始受理申請 那第二題是說 數位部曾說將成立資安研究院 國科會也說要成立資安科研中心 這兩部會要如何合作 避免疊床駕屋 是 這都是很好的問題 第一個部分我們剛剛已經講到 我們這邊的工作會是去擴大既有的 在實驗場域對於5G專網的這些使用 那之後如果他們要來就是正式進入這個專品的話 剛剛也講到說在1月初我們會有一個辦公室 去輔導這件事情 那我們目前之所以還沒有辦法立刻跟各位說 幾月幾號公告 就是因為雖然在簡化流程跟降低成本 這兩個部分是有共識 那但是在應用開放的相關範圍 我們還在跟NCC做最後的確認 所以最後確認之後 我想會擇起啦 會盡快跟大家來公布啊 那第二個部分這個倒沒有什麼疊床駕屋的問題了 其實我們在那時候在規劃資安院的時候就很明確 就是四年之內能夠實際應用到我們的資安工作 包含這個工坊啊相關的建設啊等等工作的 這些就是資安院的工作 那四年以外的也就是現在還比較是在掀起的研究的 上游的這些工作 那當然就是科研中心啊在國課會的工作 所以這個是蠻容易區分的 那同樣的就是我們的資安署 當然會持續在包含法規啊人員啊等等的部分 來提出這方面的政策跟能量 那但是本來資安署就密切合作的基副中心 只要有通過我們就是人才鑑別的這些設計的話 那就會持續在資安院來服務 所以也沒有說好像他跟基副 或者跟CEOE疊場家務的問題 這個是全部都匯留到了資安院裡面 希望要回答這個問題 接下來是自由時報徐子玲記者的問題 第一題是抖音有把用戶各資回傳中國的疑慮 目前台灣公務部門已經禁止使用抖音跟TikTok 民間還需要再討論 如果民間要禁那技術上如何達到 那行政院資安匯報何時會召開 那下一題也是徐記者的就一起回答好了 然後第二題是近期國人關注資安事件 包含媒體曾經揭露2300萬筆個人資料 好像疑似遭害並被放在國外論團兜售 還有這個布陶醫院用中國系統遭害科入侵 竊取病患個資 針對這兩起事件 諸位部有何作為 第三題是 資安署和國家資安研究院的定位有何差別 要如何合作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就一題一題來回答好了 我想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說我們會先把我們在資安上面 在公部門上面 為什麼針對就是任何可能危害國家自動安全的 這些軟體營體跟服務 那我們的考量是什麼等等 這個都很充分的跟各界說明 那大家在參考了我們的說明之後 那也希望能夠充分的理解說 就是兩個部分嘛 一個是你的使用的行為它會回傳 第二個是說它下次更新的時候 這個更新的主導權嘛 那所以這兩件事情 若大家理解之後 那就還是繼續使用的話 那至少是在充分了解這個危害的 可能的情況下來使用 那當然因為我們是依法行政 所以以我們目前自動安全管理法 大概就是針對公部門跟關鍵基礎設施 那我們可以採取這樣子的措施 那所有其他的措施 不管是要立新的法律 或者是要修法等等 這些都需要社會共識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接下來 就是月底的資安會報會討論的 希望有回答到這部分的問題 何時會召開 來確保我們的GSN就是政府網際服務網 沒有被惡意的入侵 那也持續的去看流量等等 那我們從我們的這個紀錄裡面 或者我們實際去集合的報表 看起來不是沒有護證的內網 就是護證資料庫 或者勞保的內網 就是勞保資料庫 有惡意連線到中繼站 或者有大量資料傳出的這些事情 這個是沒有的 那內政部跟勞保局當然都是有全國各自的 所謂的A級責任的自動安全的機關 那所以按照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他們有像剛剛講到GSN的這些被害入等等 當然就會進行回報通報跟事件處理 那但是當然大家也得到 另外一個疑問就是說 好那假設不是這個自動安全系統 不是內網不是連線的問題 那但是無論如何就是 不管這個我們的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等等 也不管它來源怎麼樣 那實際上就是 我沒有出示我的身份證 但是我的出生年月日 其實大家也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日 Anyway 那所以我想我的概念這邊就是說 不應該去用這些 不管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或者大家最近看到這些欄位 來當作密碼來使用 那所以在這裡面 靈性人架構就特別重要 因為靈性人架構就是確保說 不是說你有多少種不同的因素 但是每個都是密碼 你都假設別人不知道 但是這些密碼如果都知道了的話 那就像之前 不是有很多安全系統是會問你 什麼從小在哪裡長大的 或者是哪個親戚的名字是什麼 或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就是如果完全都是靠這種密碼形式的 而沒有去加上設備鑑別 或者是像指紋這樣子的生物鑑別 性人推斷的機制的話 那其實就是很容易被單一因素攻破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那麼強調 就是要導入一定性人架構 從我們一掛牌就講到現在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去確保說 不管誰掌握了某個單一因素 但他還是必須要同時攻破另外兩個三個更多的因素 才能夠成功地來執行資安上面的攻擊 那如果他就是試著建入密碼這邊 但是並沒有辦法偽造像生物或者設備這邊的話 那他的這個行動就會被我們GSN記錄下來 那這樣子才可以去做見識或者溯源等等這些工作 好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就先這樣子 然後剛剛有一個資安署是不是相關的定位 資安署我先講一個大概 然後看署長要不要補充 就是資安署的工作是政策的規劃 推動落實 督導考核 然後以及包含我們的集合的業務 人才賠利等等 那但是這裡面技術的很多的搭配 包含研發短期就是四年以內 可以去做的一些核心防禦的機制 或者是說惡意城市啊 或者害情樣態的分析啊等等 那這個部分就是技術幕僚的部分 這個是資安院的工作 那看署長有沒有要跟我們補充什麼 已經很完整了 署長表示這一段都是署長寫的 OK OK 好 那就看這個如果接下來要追問 再請署長補充 那我們是不是就往下 好 下一題是前幾天總統有指出 境外勢力經常透過錯假訊息 進行認知作戰 希望提升全民對錯假訊息的辨識能力 目前也有許多民眾期待 認為在防範假訊息上 數位發展部應該要做一個領頭的角色 請問針對防範假訊息與認知作戰上 數位部至今做過什麼樣的努力 或是未來規劃前進的方向 又或是其實防範假訊息並不在數發部的職責之內 是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像以我們掛牌前 就是8月初佩洛斯議長來談的狀況來看 其實它是同時有資安上面的攻擊 就是癱瘓 包含就是國防部啊 外交部啊 甚至總統府啊的官方網站 那或者是抽換一些刊版上面的訊息 但是也有同時有一些錯假訊息 就是惡意虛假造成危害的一些訊息 那因為在那種時候 如果你又不能回去這些官方網站查證的話 那這兩個就是互相加強的一個情況嘛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混合戰的意思就是說 它裡面既有資安的部分 那也有比較內容層訊息的部分 那資安的部分當然這是我們的工作 那在當時的聯防上面 那我們也提供了數位部 為什麼可以就是完全不受到 流氧攻擊癱瘓的一些具體的做法啊 包含導入CDN技術啊 靜態化啊等等 那也透過聯防的機制 那到現在所有這些重要的 中央部會 在當時其實就已經採取了 我們這一套防守的方法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透過巡迴啊 集合啊巡檢啊 去確保說 他們接下來的網站架構裡面 也都要納入這些要素 那這樣子的無形之中 大家回到這些官方網站去看 可以看到正確訊息的話 那也可以讓假訊息比較不容易擴散嘛 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去確保說 新聞的工作者就是各位啊 能夠在就是各位做好事實查證的這些訊息 在這些跨境的數位平台特別就是Google YouTube 跟Meta Facebook上面能夠接觸到盡可能多的受眾 那這個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不過這個在剛剛共融的那邊 我大概已經講過這個合作機制了 所以我這邊也不特別再講 那我想大家比較好奇的就是問說 那就是內容的好像查禁啊 對不對 下架啊監理啊等等啊這些工作 那這些工作在數位部組織設計的時候 這些工作並沒有從NCC移播過來 所以我們是沒有任何內容監理的業務 那如果有內容監理相關的問題的話 那還是要問NCC哦 那所以總之就是我們這邊所做的在資安架構 包含零星人 包含T.Role 包含確保所有的這些官方的訊息 保持上通可用性等等 這些都是確保大家及時的能夠查證的 這些最基礎的工作 這個我們會繼續做 在這個上面 在內容層 我們唯一就是全力以赴的 就是去確保說在內容層產生出 經過事實查證的內容的新聞工作者 能夠跟跨境的大型平台共融 那這個是我們這兩個部分的貢獻 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那接下來是經濟日報 與寫廟記者的提問 立委高嘉宇指出 我國有2000多萬筆戶證資料外洩 顯示出台灣的資安漏洞 數位部接下來是否有其他的因應措施 先前部長在立院有提到會兩年內完成 踢肉計畫是否詳細的進度 這樣真的能夠防範未來 駭客竊取國民的個資嗎 那下一題也是余記者的就一起回答好了 世界各國紛紛開始對抖音 這類的中國軟體採取因應措施 台灣目前雖然已經有針對公部門的 資通設備進行限制 未來是否會擴大評估 未來是否會評估擴大 那先前政院也有提出會召開 跨部會會議討論 不知道是否已經開完了 但如果是真的要禁止 可能真的完全防範嗎 現在也有很多翻牆軟體 這樣有辦法進得了嗎 是 我想跨機關的資料傳輸標準 不是只有台灣需要了 艾山你好 我們剛剛講到 他們三個國家一起維護的X-Road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他們會當初 花那麼多心力在這個上面 同樣也是因為就是他們經常遭受 這方面自然上面的威脅嘛 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跟一些東歐國家是非常相似的情況 那T-Road就像X-Road一樣 它是跨機關的資料傳輸專用的管道 那最大的效益是說 T-Road本身是絕對不留存傳輸的內容 它只是確保說 它這個傳輸本身是合規的 就是它有ISO 27001的資訊安全管理 ISO 27701的隱私資訊管理系統 這些國際標準驗證 那T-Road的工作也已經完成了 我們的資料保護的影響評估 所謂的DPIA等等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是透過T-Road去進行這些交換的話 基本上它的標準的一致性 跟它不會對資安跟隱私造成額外的侵害 這個是比較有保證的 那如果沒有像T-Road沒有集中式的 這種資安防護機制的話 那完全就是看傳輸的機關跟接收的機關 或者是其他單位 他們分別的資安做得多好 那但是就沒有辦法透過聯防的方式 來進行 像剛剛講到導入一些零星人 短點偵測等等 就比較難導入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說 我們就優先的從這些A級機關 就是由全國人民各自的機關開始 來導入T-Road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盡可能快速的來擴散 關於我們怎麼樣子導入的這些知識 以及一些系統的元件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民間的朋友也想要導入類似的 這樣子的做法的話 那就有我們的產業署也在這邊 資安產業也是要共融 就有很多民間的資安產業的朋友 也可以協助我們的其他的各行各業 來導入類似的安全傳輸的方案 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那剛剛講的媒體溢價 這個是不是已經回答過了 是不是 好像沒有什麼新的部分 我想這邊特別在講的就是 何時會進到跨部會的討論 不過當然這次場對話 本身就已經是跨部會的 那整理出來的這些論點 其實我剛剛講到的這些stateholder 就是利害關係人 大概也都已經收到了 那看懷人有沒有要補充的 關於這一點 應該還好 OK好 OK好 大家都沒有要補充 OK好 那看接下來 部長那個 等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 再來是中央社舒思雲記者提問 因為他提問蠻多的 我們就議題題進行好了 近期部分發生資安事件 對啊 這個差不多了 TRO這一題其實已經 TRO跟剛剛是相同的 好的那在下一題就是說 數位部成立快四個月 目前仁總有提到數位部協調 增加專業加級的部分 目前數位部旗下資安人力 金融狀況如何 可能會透過哪些方式改善 明年一月初資安院成立後 在資安人才培育上有哪些幫助 好這個總不能 總說他會都我講吧 書上還是講一下吧 謝謝 謝謝提問 那先講我們的人力盡用 目前我們的人力已經到我們的法定 就是165人的49.1% 就是到月底 我會進來的人有將近50 將近50% 那我會努力再繼續招募中 那我們的薪資跟外面的競爭的這一塊 我覺得我用三個方法來解決 第一個是我們給他比較完善的職能培育 所以有些人他會覺得 在這裡工作三年是非常值得的 那第二當然我們會努力 他如果有貢獻 可以有績效獎金 那我們也會努力讓他有政治家籍 那這個現在正在簽 第三我們跟考試院有在談 要怎麼樣從考試面 就禁用相關的人才 那這個我們也正在規劃 就是增加資安類科考試 以上 好 謝謝 那我們是不是就下一題 下一題是在 也是中央社蘇士雲記者的提問 低軌衛星頻率申請 就是明年 低軌通訊衛星申請頻率的期限 即將到期 目前業者低限申請狀況如何 那明年啟動兩年期的這個 應變或暫時應用新興科技 強化通訊網路數位韌性計畫 大概何時開放業者申請進行POC 預期可能會有哪些緊急應用 是 目前現階段我們還沒有停止受理 就是在商用的那個頻率申請的部分 那各家業者都非常積極的 正在詢問接洽 所以我想我們截止之後 再公開結果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 常常來就是詢問啊 釐清啊 一些相關的一些問題這樣子 那我們的POC那一邊 我想大家對於會有哪些應用 其實應該已經蠻熟悉的啦 因為台灣對於不管是地震啊 颱風啊等等 相關的災害 其實有非常多的經驗 不外乎就是包含視訊會議啊 網路電話直播系統啊 逃生相關的APP啊 之類之類 那最近因為我們今年的總統黑客松是內政部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總統黑客松的一些卓越的得獎團隊的話 其實他們也融入了非常多 包含透過無人機來反映說 在就是往避難所的這個路程上面有沒有障礙物啊 或者避難所是不是已經人蠻為患啊等等的這些應用 所以我想重點還是去確保說 他在緊急應變的時候有充足的頻寬 而且這個頻寬是合理的分配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那包含就是各位新聞工作者 如果是真的很大的災害 就是國際一定都關注的情況下 那各位的工作怎麼樣子去 即時的傳輸到國外等等 這個也都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會在明年的第一季來去開放申請 關於就是應變或戰士應用 行星科技的這一部分 包含他的設置的電 以及他打算使用的應用 下一題的部分 媒體與數位平台市場對話已經落幕 那數位部會整情況到政院後 目前有討論到會再召開第二輪對話嗎 目前就是先回到就是我們的跨部會小組討論 就像剛剛講到其實不是只是文化部跟NCC 其實還牽涉到甚至可能公平會或甚至財政部 一些相關的職權 所以我們會等這些部會對於第一輪 大家提出來的這些共識的意見 關於就是他的可行評估 以及在可行的情況下 每一個部會願意配合什麼 願意其他部會 需要其他部會配合什麼 他才願意配合什麼 等等的這些大概都要先蒐集進來 那蒐集進來之後 我們會分短中長程來提出我們的回應 那在這裡面如果有一些不確定性 還需要新一輪的對話的話 那我們會再來規劃 下一題是數位部在明年施政部分 有沒有具體的目標 優先可能會推動哪些政策 是 其實就是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業務項目 剛剛放到簡報裡的 就是我們會優先推動的 不然其他真的還有非常非常多 那在這裡面如果要我挑最重要的話 那應該還是零星人架構跟T-Row 那然後在通訊方面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非同步軌道微信 那在內容層最重要的還是新聞媒體 跟數位平台的對話 這三個是最重要的 那這三個其實是緩緩相扣 就是去全面的確保說 無論碰到怎麼樣子的挑戰或打擊 我們要從打擊裡面成長嘛 這個就叫做任性 那全民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能夠參與到 我們從打擊當中恢復的這樣一個過程 來喔 希望我回答到這個問題 下一題 公務部門已經禁止使用TikTok等軟體 近期正月也將召開會議討論民間使用狀況 數位部在資安角度上可能會對台灣使用TikTok狀況 給予哪些建議 先講我個人的建議好了 就是說 就是雖然這個軟體它沒有辦法在斷網的情況下使用 那但是如果就是你現在覺得就是非使用不可的話 那但是你還是可以用類似好像零星人的這樣的方式 就是好比像說跑在一台虛擬機裡面 或者是用一台上面沒有別的東西的手機 或者是去運用就是很多所謂的斷點防護的軟體 去確保說即使它升級之後 有些惡意城市木馬城市 這個斷點防護的軟體會及時來提醒你 它有惡意的行為等等 那這個不是針對TikTok或者是抖音 就是說任何你覺得可能它下次升級就有安全疑慮的這些軟體 大概都是同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要把它裝在一個就算它有異常行為也破壞有限的類似像沙盒這樣子 一個環境裡面來使用大概是這樣子 那不過先回到這個問題來了 就是說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讓其他的就是部會也好 或者是我們自己的公務員也了解到說 不是針對這一個特定的軟體 而是所有的危害自動安全的疑慮的產品或者是服務 我們都是一視同仁的看待 這個概念從2019年就沒有改變 那我們特別最近在修正這個規則也頒布了 就是希望所有的機關的資安長 那包含一路遷到我們的資安署 這個也是一次就是重新宣導的一個過程了 所以我想這個訊息 大家應該就是公務員的夥伴應該都收到了 就是說並不是因為它內容層怎麼樣 而是因為它在就是資安的這個應用層 它有這方面的疑慮 我希望我回到這個問題 下一題剛才有回答過 應該是透過認知作戰跟假訊息的問題 這是剛才已經回答過 對 好 那下一題 接下來是工商時報的曹玉華記者提問 想要行為有關媒體移架 目前市場對話已經落幕 何時會進展到跨部會討論 以及媒體公會幾乎都表達希望可以立法 我們會朝這方向前進嗎 請問數位部具體說明有關此議題的後續處理 對 這個剛剛大概都已經有說明了 那如果剛剛講到短中長程 那如果有社會公事的話 那當然中程就是會有立法的這個選項 但是短程如果大家都覺得說 立刻就可以形成一些紛潤的機制等等的話 那當然不會說就等著立法 然後不把這些短程能夠做的就先做 所以我覺得短中長程是可以冰淨的 那我們在跨部會協調的態度 大概就是說 同樣的我們沒有內容建立的權限 所以不會因為我們處理這個案子 就變成新聞業的主管機關 但是我們保持這個持續的對話 這個我們則無旁貸 所以保持這個持續的對話本身 如果它需要一些法規上面的調適配合等等 這個我們也願意來研理 但是我們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說 不要因為這樣子 數位部變成新聞媒體的主管機關 那下一題 新一年數位部有沒有優先要推的事項 這個剛剛講到就是全民數位任性 剛剛分成三個層面已經回答了 接下來下一題是 關於抖音的資安疑慮 過去部長提過蠻多次的 那想問部長怎麼看這個民間常用的影音平台 現在正討論民間跟著禁止 但是機會是否不大 自然這塊在共同部門檔下 任之占這一塊 政院要用反滲透法或國安法規範 部長認同嗎 這個就是我們說 月底自動安全會報要跨部會討論 所以我們就看跨部會討論的情況 那我自己就是按照自動安全法的授權 現在就是專注在把 危害子國家自動安全的這一個原則 它背後的一些想法 它的一些基本的道理 能夠很充分的 不是只是讓我們公務同仁知道 那也讓社會各界知道 那下一題 請教部長怎麼看 網紅館長批評數位部就是網軍部 因為有200億經費 但是有太多外聘人員 不知道在做什麼工作 難道績效只是點面線 我想我們的目的啦 還是去讓全民數位任性 能夠就是點線面 去連結這個國際的民主網絡了 那我想特別是約平人這一個 其實我記得我們開幕的時候 我就在這邊解釋這一題 為什麼現在還在這邊解釋這一題呢 雖然這個我們法定的原額 一部加上兩署可以是100乘以3 但是實際上我們實際交出去的 那個聘用計劃數 一直到明年年底 也只會有80幾個人 好像85個人 所以就是實務上面 大概598個人裡面 500多個都是常任的文官 何況我們所有的司書長 都是常任的文官 所以就是當然 最近也有看到一些媒體的批評指教 其實有些寫得非常用心 但是裡面說 我們的約平人員占了 多數這個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約平人員占的是絕對少數 那當然另外一個部分 我也想要就是說明的 就是即使是約平人員 其實民間的高手 他進來之後 譬如說如果到了資安署 或者未來到了資安院 他也要通過相同程度的背景查核 不會因為說他是民間來的 所以他就不需要通過這些背景查核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說 是所謂的就是 在網路上面帶風向等等的這些人 要進來的話 基本上就首先就是 他要付出的那個包含背景查核 包含還要上級打那個紅藍隊 就是實際防守等等 他還要取得資安證照 等等等等 這個成本也未免太高了 所以我目前基本上 願意到資安署或未來資安院服務的 大概都是專業的 子同安全的人才 沒有這方面的疑慮 我們是不是再往下 因為我們現在接下來只剩四分鐘 但大概還有十幾題 可能要加速一下 好啊 下一題就是 但是這些是不是都已經差不多了 對 在這個媒體同業的允許之下 我們就再往下 那下一題 好 對 這個其實也是差不多一樣 對不對 抖音的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回答過 其實幾乎抖音的 剛剛大概都已經很完整的回答過 那如果是問到 就是除了自動安全法之外的範圍 那基本上 就是其他的部會的想法等等 我們就是在月底的自動安全匯報來討論 這樣 所以後面這兩題應該都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 這個一平新聞網的黃一纯記者提問 請問部長媒體分論會議申立結束 接下來除了送跨部會言以外 平台和媒體 今天還會有進一步討論嗎 是 可否分享平台和媒體初步達成的共識 剛結束的會議結論 將來大方向會往那一走 是 其實剛剛分短中長期 大概已經有回答過 就是短期上面 特別是兩個平台都相當同意說 如果他們的平台上面 可以多一些 經過就是查證的 經過大家的新聞工作的 這些訊息 總比說完全沒有查證的訊息 讓它流傳 對這兩個平台來講也是比較好的 所以在這部分 兩個平台都願意投入蠻多的資源 來做這件事情 那其他的部分 包含分率如何計算等等 大家都提出了相當多的看法 那就像剛剛講到的 有些會牽涉到 像公平會 財政部 NCC跟文化部 那所以這部分 我們其實都已經會整 那現在就是 不但他們要表示意見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在內部 公部門盡快的 來對齊這些意見 去確保說 球都沒有漏接 那大家所提出來的 如果像我剛剛講到 我們的立場就是 我們願意來承擔 這個整個機制的 包含設計 維運等等的職責 但是只要 不要我們變成 新聞業的主管機關 那我想其他部會 也都會有類似 他們願意承擔 哪些部分 但是只要 某些其他部分是 就是也有別的部會 願意做 那所以我們這些 全部都拼起來之後 希望有很快 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藍圖 我跟大家分享 下一題 零性認架構重複驗證模式 多久會普及到 所有政府單位呢 是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在A級機關 就是有全國人民各自的機關的話 我們現在是一年之內 就要來導入 特別是身份驗證的 這個部分 那因為這個是重重之重 大家剛剛有 有聽我的說明 那另外 我們在導入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導入的方式 也會是跟民間的 這些資安業者 充分合作 而且也會把我們的導入的 整個過程 流程等等 甚至是技術原件 也用拋棄著作權的方式 因為很多本來就是 國際上同用的 像愛沙尼亞什麼都有在使用的 一些原件 那所以當這些公開之後 即使不是A級機關 是B級 C級 或者是地方政府等等 那應該也可以用相當低的成本 就導入這樣子一套模式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下一題是中央社 蘇斯瑜記者的質問 兩大間經驗核併案部分 數位部先前已經有提供 限定意見 包括超標部分的頻率為何 數位部核實 可能會跟NCC一起 審議提供意見 在頻率資源分配上 預計著重哪些面向 是 我想這部分之前 我們的書面意見 其實大家都已經收到了 基本上就是以那個書面意見為準 那這部分我想NCC也充分了解 就是數位部這邊的想法 所以我們目前雙方溝通 並沒有什麼困難 那這部分是 它的收斂的時程等等 它的和平案的決定等等 這個我想時程的部分 還是要問NCC 好 下一題 那接下來是TVBS 李作恆記者的提問 那有三題 我們就一起回答 第一題是我國詐騙案 達到十年新高 上午民進黨立委何志偉說 述發部也應該防範網路詐騙 請問有什麼相關規劃 第二題是 立委揭露了2300萬個資外流 這部分調查狀況如何呢 第三題是 台灣民意經濟會最新民調 顯示總統支持度創新 敵速內閣不滿意度超過五成 請問部長也是內閣成員之一 會怎麼看 好 我想剛剛防範網路詐騙 其實我們像剛剛的那個短網址 基本上就是去因應當時衛福部還有機關署 然後還有一些公部門夥伴的需求 所以我想在這邊我們是非常的努力來配合 所有包含一些檢調警證等等的這些單位 他們在技術上面覺得說哪個地方可能有一些缺口 可能需要補上這方面的漏洞 那我們就會提供這方面的協助 那這部分後面的這個調查狀況 就是調查局的調查我們也是全力的配合協助 那我們就我們能夠掌握的部分 就是GSN內網的部分 我們是滿確定不是GSN內網 這邊有任何異常的連線等等 那但是調查狀況的話 可能還是要就是回到調查局的這個偵查的節奏 那後面這部分我是沒有關注這部分的民調了 所以目前就是才剛看到並沒有形成什麼見解 大概這樣子 那接下來下一題是 今天上午民進黨國民黨立委參選王宏偉 批評數位發展部沒有政績 唯一政績是點餐平台 請問部長怎麼看 是 就像剛剛講到的其實剛剛說全民數位任性 這個是點線面 不是只是點面線 那但是這個這一點就是點餐平台這一點 還是可以去擴散到線跟面 就是說我們透過對於本地的這些資訊服務業者 去讓他們本來可能各自行銷資源都有限 等於有個聯合行銷的這個機會 那也趁著這個疫情數位轉型的這個過程 那再加上我之前在政委的時候 然後就是包含政華或者貝蒂等等 他們在做雲詩集的時候 也希望用這個來當作就是一戰式的中小企業 申請政府相關服務的這個示範的平台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示範點沒有錯 但是我們是要去結合300多家資服業者 1000多種這種資服方案的這種能量 那在之後的一年裡面就是特別強的施加 那我們也會把它帶到跨境的這樣子的平台上面 去繼續去做這樣子的聯合行銷 這個是產業署相當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也很高興能夠透過這樣子一個機會 讓大家透過比較生動的案例 來了解這個後面整個政策的脈絡 下一題是一位署名獨行俠的提問 近期常聽到掃QR Code的掃描詐騙 例如寄送超商禮券給民眾上面要求掃描 像這種掃QR Code的詐騙 民眾希望要靠述發部加電與電信警察來保護人民 請問部長有什麼想法 這個很有意思 我想第一步就是盡快的報警 這個還是最重要的 因為報警我們這邊的聯防才會收得到這方面的機制 那提供這個的就是被詐騙的 被冒名的這個也是上市櫃的公司 那他第一時間也有發出聲明澄清之外 因為現在上市櫃的公司 大概都是在我們的資安聯防TW3CC的這個機制裡面 所以同樣的我們也會透過跨國的相關的情資的分享 及時的去確保說 這裡面如果他掃這個QR Code的話 他是連到這種不可信的網址 還有木馬城市等等 那這個我們在第一時間就會去阻斷 所以就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在系統存在這一部分的工作 自動安全系統的部分 這個我們則無旁貸 那在內容跟應用程的部分 那這個我們是全力去協助 大概是這樣 下一題是匯流新聞的區彥城記者的提問 他提到書發部剛成立 外界對於書發部的職能還有不了解的地方 可否請部長說明 是我想我們一步二數了 那就是全民數位任性是我們主要推動的目標 那有一個很好記的就是書發就是三發嘛 就是社發產發跟土發 那社發就是我們數位部部本部六個司的工作 就是確保說包含寬平人權 包含剛剛講到的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到 在這個數位時代裡面 誰都不落下去推展一些公益的活動 那我們的產發就是我們產業術的工作 確保各行各業從新聞業開始 但是也包含資安產業等等 都能夠在數位時代共融 影響這個數位轉型的挑戰 那我們在突發的就是應變任性的方面 就是我們資安署的工作 去確保說我們在應變的時候 透過部署這些零星人TRO等等 這些先進的技術 確保我們這個應變的餘裕之外 還可以按照我們實際被攻擊的這個狀況 然後從這個當中學習成長 那這邊社發 懲罰跟突發 它都是彼此重疊的 大家可以看到剛剛的很多簡報裡面講的計畫 並不是特定的只是某個署在執行 或者是部裡面哪個司在執行 全部都是互相緩緩相扣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才是數位部成立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說本來這些工作是分散在 可能四個不同的部會再加上一個院處 那但是每一個如果要跟其他的做協調 那就是要回到行政院 那不管是政委或者是部長都要進行非常多的協調 那在這邊我們在提出這些新的案子的時候 每個都是已經我們內部協調之後才提出來的這種共同的計畫跟願景 希望要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 謝謝部長 那今天我們部長就把大家的問題全部都回答完畢 那今天我們的媒體查序就進行到這邊 那我們的牆邊還有一些茶點跟咖啡可以大家可以自行取用 那今天就謝謝部長 可以合影是不是 好好 我們で 然後 Bodmil 提表 記者 我們先注意 邓 meas 他就沒什麼 他就叫ocate